哎,疯了疯了,真的是疯了 中国的一些年轻人啊 在亲友的葬礼上跳起了科目山 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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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有坟头蹦迪,今友葬礼科目山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以前呢 很多中文流行在已故的亲人的坟墓 那个顶部啊 像山丘一样的那个东西 上面跳舞 现在又有乱象了 就是很多年轻人 不知道为什么引起了这种潮流 最近也过年了嘛 很多人去扫墓 去祭祖 就在亲人的坟墓前面 跳科目山 扭动着的屁股 哎呀 我也不知道这个现象 中国人不知道怎么想的 那我们就看 根据中国媒体的相关报道 最近在中国山西 一位大爷啊 就在他的丧气的葬礼上面 就跳起了科目山 也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关注 这位大爷呢 那不断的在丧气的这个一向前面啊 扭动着屁股 摇摆着身体 那在这种激情澎湃的音乐 和高亢激昂的这个唢呐声下 就完成了一曲标准的科目山 所以在大爷熟练的动作 现场呢 也从悲伤的这个气氛中 逐渐的变得欢乐起来 大爷跳的开心 那亲友看的暖心 每个道场的亲友脸上都洋溢着 开心愉快 由内而外的一种暖心的感觉 相关影片虽然在网络上引起了争议 但紧接着呢 却是更多网友申请出战 很多网友纷纷效仿起了 在亲友的葬礼上面跳科目山 并没有人去在意那些争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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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I think feeling so 像我恩怨不笑笑明月 我几幅也有花谢 从高见他丹脸 不为山河过河 月总长安上离别 天空说一杯到天 只剩下风 这种自然 看过多光照亮过黑夜 像我幸福或待翻遍 人之一谋不过一瞬间 都像始终都在有雪 有少梦破在自己前面 那对此也有网友表示呢 科目山在地府也要火了 还有网友表示 火变全球不算什么 火变三界了 还有人说 躺在棺材里的亲人听了都气得爬起来 要骂两句再走 还有人说 听说今年春晚也要有科目山了 真想把电视砸了 春晚就是中国的每年春节 晚上会放的春节联欢晚会 在中国是举国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晚会 竟然把坑木山这种在坟头前面跳的这种舞蹈 要搬上大荧幕了 大家觉得这种舞蹈如何呢 你们觉得这种舞蹈 适不适合在亲人的坟墓前面跳这种舞蹈 甚至是搬上最重要的电视节目 你们觉得如何 在陈老师看来 我是觉得非常鄙视 我这辈子也不会觉得这个舞蹈有什么好看的 当然更不可能会去跳这种low这种舞蹈 跳这种舞蹈只会降低于我的身份 所以啊我打死都不会跳这种舞 你目前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应该都有跳过这一支舞 你们对此有什么的看法 欢迎在留言区一起来留言跟我们互动分享 社会潮流不断入侵着传统文化 对于新文化和旧文化的冲击 我们应该要怎么看待 远在英朝地府和阎王喝茶的美国将军麦克阿瑟表示 本以为中国人在坟头蹦地已经是极限 但葬礼科目三打破了我们认知的上限 现在看来科目三不仅席卷了我们美国 科目三早已超越三界之外 不在五行之中 那么荧幕前的台湾观众 你们认为在葬礼上跳科目三合适吗 欢迎在留言区留言互动分享 根据中国网络的消息称 舞蹈科目三很有可能登上今年中国的春节联欢晚会 也就是春晚 不少网友纷纷表示 在这个经济糟糕的年代 终于颠成了我们不想要看到的样子 扭腰摆胯 双臂有节奏的用力摇摆 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席卷了全球 上至80岁的老年人 夏至刚刚学会走路的小婴孩 从乡村喜宴到世界舞蹈大赛的舞台 每个人似乎都要摇摆那么两下子 一支广西土味舞蹈 轻松实现了 就连中国解放军都只能打嘴炮的武统目标 统一六国的秦始皇看到了 估计都要气着从棺材里面爬出来摇摆那么两下 但同时也有很多人对此表示了批评 甚至是鄙视 明明有这么多传统的优秀文化可以输出 为什么偏偏要让这种粗俗且低级 而且没有什么营养的社会窑走出国门 荧幕前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对此有什么样的态度跟观点 欢迎在留言区来留言告诉我们 那我们影片播出的时候大家也可以看看留言区 大家的一个观点 那对此我们也来看一下 中国的网友有什么样的看法 那有中国网友留言表示啊 我个人对科目三没有什么意见 反而觉得挺好的 可以发扬中华文化 可以让已故的亲人感受当下的流行文化 我觉得如果真的是亲人能够感受得到的话 我觉得他不是会觉得有多暖心呢 我觉得他应该是气的都要吐血了 气的都要把棺材板给掀出来 要骂几句了 这种重要的场合甚至是葬礼的场合 你让大家的变得开心 我离开了 我以后啊 陈老师啊如果我是生活在中国的 我想必在中国 呃过了几十年后 我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身边的亲朋好友同学 都在我的葬礼上面跳舞 我是老师说觉得很不恰当 而且看的不舒服 我都走了 你最后给我留点面子不可以吗 啊搞的那么开心 那么欢乐跳舞 觉得我走的好 是不是很开心对不对 还是去还觉得说 可以让已故的亲人感受到 当下的这个流行文化 且说他们能不能真的感受到 能感受到 我也是觉得是一场气愤 那还有网友表示啊 我们老家过年前都要去祖坟前 记住亲戚家的小孩 也在这种场合跳舞 我们都看呆了 问他们为什么 他们就说 现在抖音很流行 我记得以前在中国 网路上很流行 看到那些影片 在亲人的葬礼上面 还有坟头上面 什么是坟头啊 就是坟它不是个像 小山丘的那种形状吗 很多人就跳到那一个 埋葬亲人的那个 小山丘的顶部 站在上面跳舞 甚至还有请一些 专业的跳舞的那些美女 过来跳性感的钢管舞 在那个坟头上面插个钢管 然后还有在那边扭臀摆臀的 还有跳脱衣舞 在葬礼上面 大家觉得这种合适吗 所以不能说现在抖音很流行 然后你就应该要去这么做啊 这不是一个理由啊 对不对 以前还流行在坟头上面跳舞呢 是不是我们要发扬这种传统文化 很显然呢 抖音就是个独流 就是很多 当然我们要学会取舍 如果看到这东西 我们不应该去模仿 因为这个是很不道德的啊 在亲人的葬礼上面跳这些东西 明明是个很严肃的场合 对不对 所以说抖音啊 有一句话讲得很好 抖音异想 父母白养 尤其是我们这边要重点讲一下 这个抖音 重点是中国大陆的这个版本 也就是中国版的抖音 那tiktok还好那么一点 所以说啊大家尽量远离抖音啊 多看看youtube 那还有网友表示啊 柯木山是我个人最喜欢的舞蹈 以前喜欢韩国舞蹈 现在才知道真正统一世界的舞蹈 还得是由我们中国人来统一的 牛逼为祖国感到骄傲跟自豪 这牛两下就自豪了 席卷全球啊就要骄傲 那以前中国新冠也是席卷了整个地球 那你们怎么不感到骄傲 你们甚至还不承认啊 甚至要撇清关系 跟中国没关系 对不对 甚至还有栽赃啊 这是其他国家造成的 典型的双标嘛 那对此啊像是这种流行的 一下突然爆红的东西 在中国南美也还有争议 我们的知道中国人经常讲啊 那这辱华那辱华一个东西啊 很多人在关注的东西 中国人往往都能给出 另类的一个观点啊 异于常人的一个观点 所有的东西在全世界 其他人看起来觉得没有问题 哎到中国哎他就入华了 那当然很多荧幕前的观众朋友们 肯定会问 哎这不是你们中国人创造的吗 中国人怎么可能会说 中国人自己创造的入华了呢 那很多中国网友认为 这并不是中国 他们认为这是日本的舞蹈 当然我们知道 这个就是个典型的中国的 一个土味的舞蹈 不是什么外来的输出 就是中国的抖音 还有快手这种短影片的文化上面 传播起来的 那为什么很多中国网友说这个入华 这个我们也能理解 因为过往很多热点事件 中国网友都能丢出一些 异于常人的观点 那这些小粉红啊 他们认为为什么入华呢 他们认为这个是日本舞蹈 日本有个舞叫阿波利舞 知道吗 科姆三其实是源于日本的钢膊舞 这是一种日本祭祀昭灵的舞蹈 现在全世界都在跳科姆三 亲时都是在为日本那些死去的战犯 昭灵昭灰 这是一盘大气 觉得这是日本人精心策划的 故意让这种日本文化 渗透到我们中国 比如说我们就看到在中国的网路上 有网友就留言说 这明明是当年日本侵略中国时的 招魂舞 跳这种舞 难免让中国人看了都会心痛 那我看了怎么没有心痛呢 不光说陈老师 我们就讲中国的那些网友 他们跳得很开心呢 你怎么在这边说 这明明是当年日本侵略中国的招魂舞 然后跳这种舞 难免让中国人看了很心痛 你心痛就是你心痛 你怎么能说其他中国人都会心痛呢 我看到这个舞 跳得最开心的都是中国自己人呢 对不对 中国人就是这种双标 还有网友留言说 感觉大家都被蒙蔽了双眼 有点历史尝试的人都知道 这是日本进攻中国时的舞蹈 最近国内到处都有日本文化的影子 其实不是说 最近中国到处都有日本文化的影子 其实随着经济全球化 每个国家都有不同国家文化的影子 其实老早中国就有很多的外来的文化 日本的 韩国的 美国的 但为什么中国在最近几年 会特别觉得外来的文化这么多 日本的文化怎么这么常见 并不是 而是中国人的这种民粹的 这种情绪又上涨了 所以大家变得敏感了 就看到一个红色的印记 红色的logo 都认为那是日本国旗了 都是认为日本人是精心策划来入侵我们 来文化侵略我们了 这就是典型的中国人 自己现在 敏感的这个心 提上来了 那当然我们也知道 这可能多少跟后疫情时代 在中国政府的这个管控之下 这个封控之下 导致的这个经济的衰败 那国内民生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那这个时候很显然政府想要引导主导一个 呃跟国外的一种对立 就是把内部的矛盾转向外部环境 认为这是外部造成的 所以呃最近我们看到 为什么很多小粉红在国际上出丑 出征等等的这种现象 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大的国际局势跟环境造成的 更主要的就是中国的内部的这个民生啊等等的一些社会问题的发生 也才引起了这样的一个局面 接着看他说他说最近国内到处都感觉有日本文化的影子 感觉很有可能是日本人故意谋划的 又想再一次伤害中国人的心灵 日本文化该抵制了不能让这种舞蹈进入中国 还有网友留言说这分明是日本舞啊 感觉抖音是被日本人渗透了 所以现在国内的小孩子都被日本洗脑了 才去祖坟跳这种舞感觉就是一种挑衅 分明就是日本人再一次挑起了中国人敏感的神经 我觉得这不是什么日本人挑起来的 而是中国人自己就是那个敏感的神经 你这个时候把这个锅甩到日本人身上 说是日本人挑起来中国人的这个敏感神经 你们本身就是敏感的神经呢 不是吗 非得说是日本人挑起来的敏感神经 你们本身就是神经呢 哈哈哈 那一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对此有什么的看法 你们认为这一支中国的舞蹈走向世界 你们认为为什么中国人会感到自豪跟骄傲 那另外有些中国网友觉得这是入华的舞蹈 你们对此有什么的看法 欢迎大家在留言区来留言跟我们的大陆观众朋友们 还有香港观众朋友们 台湾观众朋友们一起来交流分享 今天影片到这边结束 喜欢我的影片请记得按赞订阅开成铃铛拜拜